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陳元淳 台灣股民以前很喜歡說 一顆蘋果就台股 現在應該說一家台積電 拯救全世界半導體股 但歷史教訓告訴我們 高處不深寒 當台積電打遍天下無敵手 會不會也變成所有人眼中的剑靶呢 今天台股開盤 台積電跳空大漲最高漲到1100元 中廠收在1085元 改寫盤中和收盤新高 延續昨天台積電ADR大漲的態勢 台積電ADR昨天暴漲了將近10% 占上空前新高 市值跟著暴衝突破1兆美元 幾乎可以說以一己之力 撐住了過去幾天 上衝下洗的全球半導體股 台積電昨天舉行法說會只開了一個小時就結束 因為業績和展望好到連分析師都不知道 還可以問什麼 台積電第三季營收和獲利再創單季新高 董事長為哲家掛保證 AI需求是真的瘋狂 2奈米需求的強勁程度是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而且AI晶片設計領域 幾乎所有大廠和創新者都找台積電合作 台積電營收至少再往5年沒問題 但台積電的表現越強大 潛在的危機可能也越大 英特爾和三星現在都在先進製程領域打起了退堂股 讓先進晶圓代工變成台積電一個人的武林 全球科技大廠對台積電的技術趨之若鹜 市場資金也瘋狂湧向台積電 從三家公司今年來的股價表現 就可以看出台積電的強勢 但資本市場和半導體市場越是一面倒 越有可能讓台積電被盯上 特別是台積電還身處美中競爭的 地緣政治漩渦的中心 美國科技媒體爆料 美國商務部正在調查台積電 是否違反了美方的出口管制 還有中國科技大廠華為往來 擔心華為可能用不同的公司名稱 向台積電下單取得AI或是智慧手機晶片 台積電今天火速發表聲明 強調自己守法合規 另外業界最近傳出輝達的Blackwell AI晶片生產延遲 讓輝達和台積電互相指責 台積電認為是輝達明知設計有缺陷 仍然趕著要量產 輝達則說是台積電的新型封裝技術出問題 沒有任何企業會希望只能依賴一家供應商 和台積電合作將近30年的輝達 現在缺乏可以替代台積電的供應商選項 雖然不是台積電的錯 但可能會讓台積電與客戶的關係失衡 並且引起外界警惕讓台積電面臨的反壟斷風險加劇 這個禮拜接連兩場重量級財報法收會 先是半導體設備龍頭艾斯摩爾爆出了上級叮單 不到分析師預估的一半拖累全球半導體股狂瀉 短短兩三天市值合計蒸發至少13兆台幣 但接著台積電遠超乎預期的業績與展望 又驅散了市場陰霾 讓半導體股止跌 那半導體市場的前景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分析師指出前幾天 輝達和台積電的股價跟著下跌 的確是被錯殺 但輝達和台積電的展望無語 不代表其他 缺乏AI題材的半導體業者也是一樣的 半導體市場的景氣正走向兩極化發展 而台積電 強勁的業績掩蓋了整體事況的疲弱 有專家分析 台積電現在成了一個誤導性的指標 因為台積電強勁的業績是源於它 獨步全球的先進製程 從會打的AI晶片到蘋果手機的高階處理器 這些最先進的產品都只能靠台積電 尤其英特爾和三星某種程度上放棄追趕台積電之後 在先進晶圓代工市場 已經無人可以跟台積電競爭 而且全球AI競賽就像一場囚徒困境 一旦開始投入 你只能不停地加碼下注 因為收手的人會變成輸家 所以科技業將繼續投注AI資本支出 代表未來台積電的訂單只會多不會省 台積電昨天公布的先進製程出貨占比很驚人 第三季的營收中3奈米製程出貨就佔了20% 5奈米佔了32% 7奈米佔了17% 等於7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 對台積電第三季營收的貢獻多達了69% 佔了將近七成左右 不過在先進製程以外的半導體市場 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簡單說 如果跟AI相關那麼業績可期 但是和AI不沾邊 可能就會有點BI了 艾斯摩爾週三的法社會就透露出了這個意味 艾斯摩爾的設備需求被視為半導體市場的景氣風向指標 但艾斯摩爾警告 市場的復甦步調比預期中更緩慢 像是車用晶片 工業用晶片 這些屬於成熟製程領域的客戶依然面臨庫存過高 而且中國先前拼命趕在 美國擴大出口管制前 大肆進口半導體設備 也讓外界擔心 在傳統晶片需求下滑之際 成熟製程市場的產能過剩問題 將會因為中國大量晶圓產 陸續上限投產 變得更加惡化 艾斯摩爾的執行長富凱周三也說 如果不是因為AI相關的需求 市場現在可能會very very set 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半導體市況的復甦 並不如大家之前所料想 AI晶片熱潮 而除了待望臺灣伺服器組裝廠 散熱業者也大發力士 而不只AI伺服器講究散熱 AI晶片王黃仁勳 他也很需要散熱 有會展業爆料黃仁勳不分四季 登臺演講 都穿著像這樣的招牌皮衣 所以輝達會特別要求場管 把冷氣調低到十八度 但是礙於國內節能政策 官方還必須報請經濟部許可 在冷氣溫度上取得折中平衡點 大家好 招牌皮衣讓人一眼就能認出 揮達執行長黃仁勳 台上大談 AI議題一開講 就是兩個小時起跳 即便室內有空調 外界還是後期 怎麼能穿得住 原來是黃仁勳十分講究冷氣溫度 像是去年在南港展覽館 舉辦的台北電腦展 當時官方還特地有經濟部的許可下 還把裡面的溫度調降到二十度 當時王美花還說要儘量配合 因為當時恰逢經濟部推動冷氣室溫運動 營業場域會議室溫二十六度上下 當時展覽館還特地量了出風口 溫度達二十度 無法再降到十八度 現在跟外傳黃仁勳 將選在農曆春節前 也就是明年一月十七日前後來台 不只會參加簽名員工的尾牙晚宴 也會和老友續舊碰面 特別排定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提前拜年 當然也少不了和鴻海廣達等供應鏈 夥伴會面 盡盡晶片量產跟出貨進度 畢竟輝達跟全球四十多家電子產品 製造商緊密合作 鞏固伺服器合作夥伴 回答一舉一動都牽動全球AI半導體產業風向 對比AI熱潮帶動臺灣經濟蓬勃發展 中國經濟不只吃不到AI紅利 消費跟房市也持續踢迷 拖累了整體的經濟 今天公布第三季成長率創下了一年半新低 為了扭轉頹市 中國最近推出了一連串振興措施 中國的央行 人民銀行行長潘公盛 今天他在北京的金融街論壇年會上說 人行將會健全貨幣政策框架 把促進物價合理回升 作為重要考量 顯示中國終於承認通戶緊縮的威脅 開始想要認真的對抗通縮 潘公盛這番話 再加上人行同一時間釋出 就是錯失細節 宣布第一階段將對股市注入資金 上看8000億人民幣 這激勵了中國股市今天 全面反彈 滬山300指數最多暴漲了超過5% 港股、橫山指數也一度漲了4%以上 收復了近期部分的跌幅 除了人行力多之外 中國官媒報導 習近平強調要以科技打頭陣 來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 也激勵了中國半導體類股強漲 只是2024年已經接近尾聲 中國官方設定的5% 經濟成長目標告急 習近平一個月內 兩度敦促官員要抓緊時間 達成全年成長目標 他話才剛說完 中國GDP就傳來優於預期的好消息 我們來看的是中國GDP成長率的變化 這條線是中國GDP的年增率 2022年 中國還在嚴格實施封城的時候 GDP的年增率曾經一度跌到 0.4%的超低水準 雖然解封之後這個年增率 一度衝破了6% 但這樣的氣勢並沒有維持下去 今天最新公布第三季 GDP年增4.6% 連續第二季成長放緩 雖然創下了一年半以來最差的表現 但是數字高於經濟學家的預期 而今年前三季的GDP年增率 算一下是4.8% 全年要達成官方 5%左右的目標 已經不像先前那麼困難了 不過從計增率來看 最近的幾季一直維持在2%以下 最新第三季的數字則是0.9% 中國今天公布的多項經濟數據 多意外的樂觀 跟不久前公布 9月消費通膨放緩完全是兩樣情 不免讓人懷疑 中國第三季經濟則沒有辦法 在一夕之間改觀 難道是9月最後一個禮拜 降準降息的強力貨幣寬鬆 可以立刻的傳導到實體經濟 反映在7到9月的經濟數據上 中國自己定下的今年經濟成長目標 是5%左右 在外資跟國際機構眼中 中國能夠達標嗎 我們從高到底來看 目前預測相對樂觀的是 國際貨幣基金IMF 它在中國最近推出了一連串 振興措施之前就已經預期了 中國今年GDP將會成長5% 隨著政策利多持續的出爐 預料IMF下禮拜公布 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的時候 還會進步的上修 接下來是美國的高盛 還有澳洲的澳盛銀行 可以看到他們的預估 中國今年的GDP將會成長4.9% 達到5%左右的成長目標 至於其他的機構跟銀行 則是普遍預期 中國成長沒有辦法達標 像是英國的研究機構 凱同宏觀 在中國推出了刺激政策之後 依然維持今年經濟成長 將會來到4.8%的預測 適應預估也是4.8% 而且預期明年成長率 會進一步的下滑到4.3% 野村今年成長的預估 則是只有4.6% 野村分析師認為 即便官方推出一大堆 舊經濟的政策 包括昨天擴大所謂的 房地產白名單 中國前景還是存在 許多不確定性 合同約定的交付日期 是2024年1月30日 但是開發商以種種理由 無數次延期交付 我帶著兩個女兒 入住了當時沒有門窗的爛尾房 倒沒買到深陷債務危機的 碧桂園爛尾樓 無奈只能自己想辦法善後 中國房地產債務問題未解 民眾購物信心難以恢復 中國國務院再出手救房 17號再祭出組合拳 把幾乎所有房地產開發商 都納入可獲得融資的 白名單範圍 並加大貸款投放力道 同時降低買房門檻提升買氣 中國國務院稱房市已經開始觸底 預料10月開始相關數據就會回升 但專家普遍認為不會這麼快迎來反彈 眼看今年只剩不到三個月 中國刺激經濟成效有限 GDP想保五恐怕無望 路透社專家調查指出 預估今年中國GDP成長只有百分之四點八 而明年可能將進一步放緩到百分之四點五 金新聞王傑誠 四影報導 美國最近的經濟數據強勁 聯準會降息速度 預估將進一步放慢 帶動美元走強 日元對美元再次扁破了一百五十大關 短線波動劇烈 促使日本財務省出面口頭干預 針對日本夭環政策還有日元走勢的影響 我們今天請到富邦投信日本ETF經理人謝恩亞 來為大家解析 經理人好 日元短線走軟 但是日本今天公布九月份的核心通膨 下降到了百分之二點四 但還是高於日營百分之二的目標 代表日營還是有繼續升息的理由 所以這邊我們想請教經理人 你認為日營下一次升息會是什麼時候 終點利率又可能會來到多高的水準 參考三年前總裁選舉的時候 新的安全誕生之後呢 在十月的時候有進行國會的改選 那加上政府制定運算的時候 需要考量利率以確認發債的成本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明年一月 調整政策的可能性比較高 而且加上說目前的金融環境 其實相對比較不穩定 那植田總裁跟內田副總裁 也有公開發言表態說 當在金融環境不穩定的時候 日營不會貿然珍惜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日營也會觀察整個市場的動向 加上說可以觀察一些CPI 還有零售銷售跟日營短關的數據 那如果在今年底 日營就可以確立說 其實通膨已經有進入到 他們預期的趨勢的話 也不排除年底就可能進行升息的動作 那至於就是終端利率的目標來看呢 其實根據日營估算 如果把目標利率調升到一個%的話 其實是有助於就是家庭的收入的改善 那加上說9月12號的時候 日營的審議委員 田村直訴也公開表態說 認為日營的目標利率應該在2026財年以前 至少升到一個%左右才合適 所以我認為說日營的升息終點 可能也大約落在一個% 那距離7月升息之後呢 大概還有三碼的空間 日營對美元第三季大幅升值後 最近又反轉向下 除了反應剛剛說的 美國聯準會降息速度可能不會太快之外 日本新首相石破夢 改口暗示他不支持升息也是原因之一 對於日營接下來的走勢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基於聯準會以及日營未來政策應該會是整體的經濟數據 還有金融環境來決定 所以我認為說不管是聯準會降息 或是日營升息的決定應該都會是緩復進行的 那因此呢 每日的利差應該也是緩復的縮窄 所以個人認為說日營日圓應該會走一個緩升的格局 那如果看到今年底的話 其實目前來看我認為市場已經大致定價了 美日兩國央行的動向 所以日圓的價位我認為說也大致反映到今年底 市場預期的升降息碼數 也就是說我認為年底的日營價位應該會維持在目前的可能性比較高 但是如果日後出現就是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升溫 市場對於美國降息的馬數也有所提升 所以我認為說如果在這個預期升溫之下呢 其實也不排除聯準會會大幅降息的可能 那就有可能導致日圓急升的可能 日圓在7月底8月初的時候曾經短線大幅升值 引發了所謂的日圓利差交易平倉潮 也就是投資人急著把在日本借到 然後拿去其他國家投資的低息日圓給還回去 這個測值潮呢導致全球掀起了一波股災 在日圓看深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再次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有多高 本次引發平倉潮的原因 其實最根本是在於說市場未能日期日營 其實在7月的時候就會升息 那以及會後記者會 其實之前總裁有表示說 將持續調靠利率的鷹派發言 所以市場有比較大的衝擊導致這個平倉潮 那有鑑於內田的副總裁有提到說 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日營應該不會貿然的升息 有再度釋出了比較鴿派的訊號 值天總裁也表示說 會密切關注國內外央行還有金融市場的動向 目前呢 日營的政策動向應該會回歸比較穩定的趨勢 那再次造成市場出乎意料的結果 可能性應該是來相對比較不高 那加上說呢 剛才提到短倉部位也多數已經平倉了 所以我認為說 再次出現這個強烈的平倉潮的可能性比較不高 感謝專家的解析 我們先休息一下繼續進轉全球 去年10月7號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的幕後主謀辛瓦 在以色列前天一場突襲行動中遭到了擊斃 持續一年多的以巴戰爭是不是終於有停火的希望了呢 儘管美方認為以色列可以宣布勝利 逐步減少軍事行動 但以色列還是有超過100名的人治生死未卜 以色列的戰線擴大到黎巴嫩 還開始跟伊朗交火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在最新的電視演說中表示 戰爭還沒有結束 有仇必報以色列說到做到 以軍17號證實擊斃策劃去年10月7號 對以色列進行恐攻的主謀 現任哈馬斯領袖辛瓦 以軍用無人機進入疑似辛瓦藏身處 捕捉到辛瓦生前垂死掙扎 儘管已經奄奄一息 人奮力舉起棍子丟向無人機 法醫辦公室外擠滿大批人潮 因為沒人敢相信死的真的是辛瓦 以軍現在16號派坦克攻擊 加薩與埃及接壤的拉法 一處疑似有哈馬斯藏身的建築 一陣掃射後確認擊斃三人 但直到遺體被帶回檢驗 法醫才確認其中一人正是辛瓦 辛瓦一直都是以軍頭號戰犯 但經過多次暗殺都沒成功 因為謠傳辛瓦用以色列人質來當保命符 防止以軍偷襲 不過9月初以軍在加薩地道 發現6名死亡人質 當時以軍取得了辛瓦的DNA 也簡潔推測這6人就是辛瓦 用來保命的人質 以色列舉國歡慶辛瓦之死 因為哈馬斯高層 一個個都被以軍殲滅 總算報了10月7號的一箭之仇 近新聞 林美杰 黃品杰報導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態度堅決 強調戰爭 並未因此結束 要求哈馬斯立刻釋放所有人質 而且放下武器 但國際界認為 哈馬斯領袖辛瓦 都已經被以色列給擊斃了 這是推動停火的最佳時機 端促以色列跟哈馬斯 透過外交途徑達到指戰目標 哈馬斯領袖辛瓦遭到以色列擊斃 美國 法國紛紛制定以色列表達祝賀 認為眼前機會就是停戰曙光 形容這是全世界的好日子 美國總統拜登喊話下一階段目標 就是邁向加薩停火 還說江派國務卿布林肯前往以色列 為推動停火繼續努力 國際間積極敦促雙方停戰 但恐怕沒這麼快 辛瓦的死對以色列來說 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總理納坦雅胡強調 加薩戰爭不會因此結束 誓言要將哈馬斯手上的人質全部救回 而中東戰火延燒的不止加薩 現在黎巴嫩真主黨也成交點 美方點名黎巴嫩當前戰火不斷喊話 希望透過外交途徑達到停火目標 不過原先看似態度軟化的真主黨 在辛瓦斯訊傳輸後 卻揚言將持續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 更稱戰爭已經邁向新一階段 讓中東局勢更加難以預料 近新聞零記黃平杰報導 每週一到五晚上九點半 請持續鎖定八十六台進轉全球 最後帶領到阿爾及利亞的山芋 進轉全球感謝收看 我們下回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